我們今天城市走讀呢 到了我們的慈盛宮 這邊是我們的台北市大同區 那我們看到這邊也是非常的開闊 很舒服的一個寬廣的空間 但今天呢 因為我們這慈盛宮的典故 主持人也是不清楚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個 我們專業的解說員 來替這個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來解說 所以我們今天來邀請到我們的 賴老師 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是文訓館的解說員 那今天也非常榮幸來介紹 那個慈盛宮的一些典故 是 老師我想請問一下 我剛剛一走進來看 我一看到這個我們的慈盛宮 旁邊的這副對聯 我心裡面打起了問號 你看 上年就寫說 第一門開觀音山拱秀 這個地方大同區跟觀音山有什麼關係 看不中 這個可能就是要從為什麼這個對聯 門開觀音山 這個最早 最早這個廟是從 大稻埕的碼頭前面 原本是在大稻埕碼頭前面 因為日記時代的市區改正 整扣關馬路就拆除 然後牽到這裡來 所以現在看不到觀音山 你就說原本他在廟的這個位置 是看得到觀音山 對 一開門 那前面就看到淡水河 對 然後右邊就是觀音山 所以我們從這邊右邊 這邊就可以看到 當時淡水河 數千傳據魁府水流灰 對 1860年的時候淡水開桿以後 貿易通山 然後洋人來大稻埕做生意以後 帶動大稻埕的繁榮 所以可以把海上的交通 可以看說是路上的交通 那麼的緩慢 這邊等於是在 我們的夏年是在敘述說 當時候一個非常繁茂的景象 對 大稻埕的繁榮 這個屬於百計千計的船 全部都聚攏在這邊 然後川流不息這樣子 也就是說難怪 也可以見證當時候 什麼一府二路三盟甲 也就是說那時候的盟甲 真的確確實實是 台灣很發達的一個地方 對 那這邊我有看到說 好像都是一些古蹟 他們的這個化糧雕洞 上面的這些歷史建物 好像都不是現在蓋的新廟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廟很久了嗎 很久了 其實你看從他的建材裡面 你可以看到當初從大大城碼頭 牽過來的時候 他把一些重要的食材 對 建築物的主要的部分 然後就是牽到這裡來 可以從同志四年 都是以前在大大城碼頭的提示 在這裡重建 從青銅制年間的時候就有 我們剛剛看到這邊旁邊 都有很多這個 雕來畫都有寫 對對對 像禁士內閣都有寫 然後還有這個 喔 副舉人 這些都是當時候 這些歷史的痕跡 早期你要在門柱裡面提示的話 都是詩人 有身分的 不是說隨隨便便 我以為我就可以 不行 對不對 你要有一點學位 身分 名人 對對對 可能做官的 才有資格來寫 不然你寫一寫 你是哪裡啊 對對對 是不是 那我們既然看到 其實媽祖娘娘在 我們台灣人來講 不陌生 絕對不陌生 大家都知道 因為台灣人都很愛媽祖 對不對 那其實媽祖除了是 保佑我們漁民 海神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 各地都在拜 到底是為什麼 其實他除了漁民之外 其他人都保佑嗎 對 其實媽祖的 在我們台灣人心目中 其實他跟官世音 其實是同樣的 在受大家的信賴 婦女的信賴 所以有事沒事 媽祖是道教 官世音是佛教 對 所以很多人 都會在家裡 那個供養媽祖 或是官世音 在台灣占了一個 很重要的地位 在台灣信仰裡面 我感覺上 媽祖娘娘很像 我們全台灣人 共同的媽媽 講這樣不知道 會不會不敬 就是說 我們對她的愛 是像對母親的愛一樣 就是說因為她很愛我們台灣 我們大家都感受得到 對不對 不管你是不是 就是這個漁民 是不是在海上討生活 都沒有關係 只要你不管是經商 求學業 求官 或是要外出 求平安 其實媽祖娘娘都會保佑我們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看每一次 就是我們有看到什麼禁箱 或者是媽祖初學 那個場面都非常盛大 非常大 對 而且這都不是什麼動員 那都自動自發改來 自動自發 對 這個是很真實的 所以我們台灣人 真的非常愛媽祖 尤其是那個大甲繞境 七天七月 那個真的是 還有相信說媽祖 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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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會保佑平安 對 對 老師我剛剛在廟裡面 看來看去的時候 有看到一個 從來沒有看過的東西 我們在廟門上面 這梁上面有看到這個 有剪刀 有好像旁邊有個花花的鏡子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東西 這個 也可以講說是正邪用的 一般廟在建的時候 為了怕主神還沒進來的時候 為了怕一些要摸鬼怪進來 一定要先把它貼上去 我懂了 因為這個廟有遷移過 在遷移重建的過程當中 我們媽祖娘娘還沒安復進來之前 怕有一些亂七八糟的 偷偷進來享受人間煙火 先用這個符子 把你撞掉 撞掉 不可以對不對 然後等到蓋好的時候 媽祖娘娘呢 我們祖神來的就不怕 對對 所以它算是一個擋煞的符 擋煞的符 但是它上面用剪刀 鏡子 這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也說都會起它的血音 像剪刀 是 剪刀 就是我們台語 嘎 嘎 那鏡子 鏡子我們講說是光明 那詞就是 旁邊還有一支詞 詞就是 就是一 一支詞一 一加平安的意思 一加平安 嘎 嘎的嘎是台語 家庭的嘎的諧音 一加 然後鏡子代表光明 一加光明這樣子 一加光明平安 也就是說 祖神還沒進來的時候 廟蓋好之前 是一個符 用剪刀把這些不好的剪掉 但是呢 蓋好之後我們 民眾進來拜拜的時候 回頭 如果看到的話 就代表保你一家光明 一家平安 哦 這個也是很特別 所以說我們觀眾朋友 走到 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在我們進來拜完拜的時候 也可以回頭看一下 我們這個慈神宮 非常這個 特別的一個地方對不對 對 老師我看到 我們這邊周邊 好像也有很多美食對不對 早期 寺廟 周邊都會有一些市集 對 那以前這個館長 前面就是 戲台 會有電子演戲 是是是 那發展出 有小吃啊 或是幹什麼 看戲肚子餓了 對對 那拜媽祖 如果要肯肚子 對 都會來這邊吃個東西 這邊的小吃 大概有二十幾家 但是他的從人性不高 每家都不一樣 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 而且價錢不會很貴 所有普羅大眾 都可以來常見 都會來吃 很像早期 我們現成延環的 那些美食 平民美食 平民美食非常好吃 然後在大龍樹底下 吃美食 非常有特色 大龍樹下好乘涼 一邊乘涼 一邊吃飯 心情特別好 那這邊有個特色 就是說他每張桌子 都有電號 他們電的號 你拿來買東西 可以在這一家電號吃 但是你多多少少 你又要給這一家 點個東西 意思意思 我在吃這個麵的時候 他位置太急了 所以我去旁邊賣豆腐的地方吃 可以拿得到 但是不好意思 所以也點一盤豆腐 對對對 而且他這個比較有特色 就是他是賣早午餐 喔 早上中午 你到了下午以後 你看都已經 陸續那個收攤 是是是 所以說我們觀眾朋友 如果看完我們走足的這個節目 有興趣的話 可以 來我們媽祖廟前面 嘗嘗先 是